这时候不会满嘴香料 接着就是生抽 醋 还有糖 因为前面已经加了很多咸味的调料了 所以应该是不需要加盐了 不过你可以尝一尝了 按你个人口味调节 煮个大概8-10分钟 然后最后再下蚝油 这样防止蚝油的鲜味流失 出锅之前再放入青椒块 翻匀 就非常好 但是自己做的又很干净放心的 13香小老虾就做好了 这下集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